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多伦多快要进入春天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年的冬天,我们的月季花都过得怎么样呢? 它们是否都安然无恙呢? 从我这个阳光房出来呢 首先我们是来到我的这一个deck上面 这个露台上面 我所有的盆栽月季我基本上都是放在这儿的 盆栽月季的过冬方法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靠墙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三面是有墙的 这边是阳光房的门 那这边是靠着房屋主体的墙 另外一侧是我们家的烧烤炉 那么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挡风的作用 所以我的盆栽月季基本上就是放在这儿 由于我们房屋冬天有暖气 靠着墙体这个环境的温度呢 会比空旷的空地上的温度呢要高不少 然后靠着墙风也会比较少 所以我的盆栽月季基本上就是在底部 根部的位置呢给它堆了一些牛羊粪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儿就好了 也不用浇水什么都不用管 今年的冬天我们的雪还是相当大的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零下二十度的低温 以及大雪暴雪 雪最大的时候会把这个花盆全部给埋住了 基本上它只露出了顶头的一些枝条 几乎全部没埋在雪里面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雪已经全部融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枝条其实保护的 还是相当的完好的 可以看一下这一盆 几乎枝条都还是绿的 这一盆呢稍微有点干枯 然后但是呢它的这个根部的位置 应该也是不会死的 因为这一盆已经是第三年的一个苗子了 它去年也是这么过的冬的 这一盆呢稍微弱一点 它这个地方有些黑 那么它到底最后能不能渡过这个寒冬呢 还要看它底部是否还会发出心损 但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问题可能不大 像这一颗也是属于还保存的比较好的 它的枝条还没有说到了完全干瘪的一个状态 整体来说看上去还是比较的饱满的 它的根部肯定也是不会死的 这个呢也是种了有三年的一颗月季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一个健康饱满的状态 枝条全是绿的 而且很明显已经有芽点凸起了 说明呢它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生机 最靠近里面的这两颗问题应该也不大 因为它们的那个挡风的环境应该是最好的 这颗是去年新入的城市天使应该是 然后它总的来说应该还可以 因为它这些强壮的强损啊 这个枝条还是比较饱满的 虽然它的颜色有点偏棕黄 但是它的枝条看上去还是饱满的 整体来说呢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再来往这一侧看也有两颗 这一颗呢是大卫奥斯汀的Rosemary 那么很明显啊它这个地方都有芽点了 都有饱满的新芽鼓出来了 总的来说这些月季应该都扛过了这一次寒冬 盆栽月季想要让它安全的度过寒冷的冬天 那么我们是通过这种靠墙放的方式呢 是完全可行的 如果大家想对它做更好的保护 可以在外面再套一些塑料薄膜 或者是给它包麻布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放车库里面 放在车库里唯一比较麻烦 就是我们需要定期的给它浇一些冰水 来保持它根部的一个潮湿 那么养在户外呢 我们就可以就是完全不用管它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就是我的盆栽月季过冬的一个环境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地栽的月季 在这个冬天的一个过冬的表现吧 看一下地上这些麻布 因为我把我们家这个潮溪的这一面花墙 也就是弗洛伦蒂娜和安吉拉这面花墙的麻布给拆掉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冬天过得怎么样 给大家看一下通过麻布保护后的枝条 它的表现是如何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枝条就算是这些比较细的 比筷子还稍微细一点点的枝条 都是很油绿的 枝条泛着光泽 而且非常的饱满 上面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有芽点鼓了出来 看这根枝条它非常的细 它还比较细吧 大概半个筷子那么粗吧 大概是筷子的比较细的那一端的粗细 看它上面的这个芽点 红红的很饱满 这么细的枝条都完全没有问题 都能够在这个寒冬能够安全的过冬 再来看稍微粗一点的枝条 看它这个芽点就更加的明显了 看每一个枝条 这里的芽点还有这里的芽点 芽点基本上全部都鼓了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去年新长出来的强损吧 像这一根 这一根还有下面这根都是去年新长出来的强损 它们现在呢虽然还没有芽点鼓得很大 但是它们整一个的这个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 非常的饱满 这些都是它非常健康的芽点 那这些去年新长出来强损上的 这种一级枝条上发出来的芽点呢 那么它们会是相对更加强壮的侧枝 所以它们的发芽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 看这些枝条都保护的非常的好 都是跟它出长出来的时候的颜色的差别也没有很大 是这种暗红色的 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样一个零向二十度的寒冬 在我们用双层麻布进行包裹之后 我们的藤本月季可以做到如此完整的一个保护 看这些细的枝条都能够几乎完整的能保护下来 所以我们这个冬天的这个保护呢 还是做的非常成功的 那我相信跟着我一起做了这个冬季保护的花有呢 那大家今年的春天肯定是有花可期的了 旁边的这一颗安吉拉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所有在麻布的遮挡之下的枝条呢 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的 整个枝条都是非常饱满 然后颜色呢 也和过冬之前的颜色呢 相比是差不多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边没有被麻布挡住的部分枝条 看这些地方就比较危险了 颜色有一点点偏黄褐色 看和它后面这一节比 这后面的明显就是绿色的 到了这边没有到保护的部分呢 它就是黄褐色的 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危险 那么再往前端看它更细的部分 像这前面最细的这一部分的枝条 颜色就是发棕了 也有一点点皮皱皱的感觉了 那么这些枝条有可能是发不出牙的 它的植株的这个主体部分 还是保护的相当好的 对于这些地栽的月季呢 很明显啊 我们保护过的就是还是很翠绿的 像这一颗是奥斯汀的 罗尔德达尔也是今年新种的 那么它的枝条虽然非常细 那么它在保护之下依然是很翠绿的 那么它旁边的这一颗呢 是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的和平了 那么这一颗是没有进行保护的 今年的冬天还是相对有点冷 然后它的这个上部的这些细的枝条呢 基本上就是风干了 颜色已经不然黄了 很干枯了 皱皱的 然后很明显就不是饱满的那种状态了 那么像这些枝条呢 可能是应该是没有用的了 但是它的根部是不会死的 就只要我们是埋了土的 被土cover住的部分 它的根都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它的底部还是能够发出强损的 只是说上面这些枝条没有用了 那这些没有关系 它又不是藤本月季 我们给它到时候再修剪一下 也是OK的 再来看我这一面 北面的墙吧 这一颗呢是詹姆斯高威 还有一颗是康凯的园丁 看我对它进行了这个麻布的包裹之后啊 它的枝条全是绿油油的 看到吗 那它们绝对是过冬成功了呀 再来看这一颗康凯的园丁也是 看它的枝条依然全是绿油油的 那么像现在我们到了有稳定的零度 以上的天气以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些麻布拆开了 那么温度应该是不会再特别低了 应该需要让它的枝条和雅点呢 开始去接触这个温暖的阳光 这样便于它更好的去复苏 拆开以后呢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很顶端很细的枝条 有可能还是会被风干的情况 那这都很正常的 这些顶端瘦的枝条本身就没有什么开花的能力的 我们到时候都给它剪掉就好了 像我所有的藤本和灌木的月季呢 等再过一段时间呢 我是会对它们重新进行一个正式的修剪的 所以顶端的一些枝条 其实到时候都还是要去剔除掉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另外的一面 那边南墙吧 就是龙沙宝石的那面墙 这边呢也是潮溪的 这一棵是草莓山也是去年的裸根 那么这么细的枝条啊 也是你看绿油油的 都是做过保护了的 这一棵是原来就有的一棵老的野生蔷薇 我没有做保护 那么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扛过来的 因为它在我们家非常多年了 从来没有做过保护 那么就顺其自然吧 来到我们家阳光最好的这一面朝南的方位 这一棵是威吉伍德 它这些芽点也都是鼓起来了 整个枝条呢保护的还是很完整的 对面的这一棵自由精神呢 它的状态也还是不错的 枝条都是绿油油的 而且看它的芽呢发的非常大了 很饱满的芽 大家可能有的人会担心 如果我们再来一场稻春寒 那么这些新萌发的芽 会不会又会被吹干被冻死 那么肯定是会被冻死的 这个很正常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等温度回升了以后 它在同一个地方又会发出新芽的 所以大家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只要温度回升稳定了 它该发芽的地方总是会发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边南墙的三颗龙沙宝石 那么这一侧墙呢 我其实就把那个麻布拖的太早了 我是在三月初的时候就拖了 结果拖完之后过了一个星期 我们又经历了两天的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然后还下了一些雪 所以这一边墙呢 这个枝条呢 就是稍微受到了一些这个 稻春寒的一个影响 但是总体呢 我经过了评估之后 我觉得它总体的 还是不影响它的这个枝条的一个健康吧 它这个枝条呢 在表面上呢 有一定程度的被寒冷清洗过的痕迹 但是呢 它的整体的枝条还是有活力的 可以看到它底部的这些枝条 还是相当的饱满 而且呢 颜色还是比较正常的 它这些比较粗的这根枝条啊 看上去好像 嗯 就是颜色很深了 有一点点被风干的痕迹 但是它只是表面 它的里面呢 应该还是非常的健康的 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中间这一颗 那它的这个细的枝条呢 还是比较多的 它这个枝条的整体状况还挺好的 可以看到 它这个枝条虽然很细啊 但是它这个芽点呢 还是明显的是有凸起的 它这个枝条好像受到的影响 还不是非常的大 可以稍微剪一下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也是白色的 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等再过个一两个星期 我会对它们整体的蜘蛛 会再做一次修剪 会把干枯的细弱的 没有什么活力的枝条 冻死的 会统一的进行一个清理 看这就是几根当年新发出来的强损 但是它们还没有长到完全的成熟 就入冬了 那么它们这个顶部呢 肯定是没有用了的 因为都捏上去就是比较软了嘛 然后皮也是有点松的感觉 但是它的底部肯定是好的 那就算它这个枝条现在还不长 但是等到温度回暖的时候 它依然会从它的底部 会发出非常强壮的侧笋 来代替它原来的这根枝条 继续的进行生长的 所以这些笋留着都是很有用处的 大家千万不要就是把它们给修剪掉了 最右边的这一颗龙沙宝石呢 那就是最惨的了 因为给它保护的那个麻布呢 不知道为什么松鼠特别喜欢的去弄它 导致我每次一挂好 松鼠就给它掀翻 我再挂好松鼠又给它掀翻 好像松鼠要抢这块麻布来给它做窝一样 就对这块麻布念念不忘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一颗呢 整个冬天几乎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它的枝条从这个位置开始往右 基本上是裸奔的整个冬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对它可能就不抱什么幻想的今年 如果它能够同样开出花 那就说明龙沙宝石的这个抗动能力 还是杠杠的非常好的 总的来说我们来摸一下它这个枝条 还是相当硬的非常硬 可能就是这个顶端的这一节呢 出现了老化干枯的迹象 然后但是它回到它的这个中间部分呢 它还是很很硬的 而且枝条也是比较光滑的 不是那种干枯皱巴巴 然后萎缩的那种迹象 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看它的枝条多惨了 这里还有被松鼠啃过的痕迹 把它的皮都啃掉了 太可怜了 如果它今年正常能够发芽开花的话 我还是相当感动的 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你看它这个芽点已经冒出来了 看到吗 它这些芽点都冒出来了 这些在过冬之前都是没有的 这是一根新的强顺 不会有这么大的芽点的 那这都是它最近新冒出来的芽点 那估计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一颗龙沙宝石的这个冬季保护呢 基本上是等于没有做 因为右半边过去 基本上这个麻布都是挡不住它的 那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一下这一颗在今年保护欠佳的情况下 是否它的枝条还能够正常的去开出花来 到时候我会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的 今年在我这两个拱门前面的小花坛里面的月季呢 都是奥斯汀的新的裸根苗 所以我都对它们做了保护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枝条 这一颗都依然是翠绿的 然后受到的这个影响呢 并不是非常大 看这么小的苗 它都依然是翠绿的 这一颗我最喜欢的全杖之岛 那么它的枝条基本上也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虽然它也经历了前段时间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但是整体来说都还是状况非常好的 所以总结来看 像在我们这种寒冷的地区 冬天有长达几个月的双冻期的北方地区的花友们呢 其实我们想拥有一面月季花墙 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另外那一面佛罗伦蒂娜的面花墙 在麻布保护的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是安全的过冬的 零下二十多度都不是问题 像今年多伦多出现了七十年未见的大暴雪 依然可以安全过冬 所有的枝条都完好如初 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去开始打造自己的一面月季花墙的 那么只要冬天按照我说的做好麻布的保护 我们这些枝条基本上都是可以存活的 接下来呢进入春天我会持续的更加频繁的跟大家跟进 它们的一个生长状况 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视频呢 也能够找到在北方养月季 打造月季花墙的这样的信心 也希望越来越多花友能够拥有自己梦想当中的一面月季花墙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有帮助的朋友欢迎给我点赞 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